接下来呢咱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男嘉宾的感情经历 关注节目的朋友们 应该知道我前段时间牵手了 但是很遗憾 两个人没得走到一起 叔叔 你为啥原因没跟阿姨走到一起 我原来和我的妻子感情很好 我一直以为两人走到一起 全靠一个心灵之间的默契 妻子去世后 我通过朋友介绍 参加了爱的选择节目 很幸运地在节目中成功地牵手 可是两个人走到一起 还是需要沟通磨合 我慢慢地发现 两个人在一起有共同的语言 是一种很重要的事 我和他谈话沟通是吧 总是说的自己 我也插上什么嘴 我和他闹口吧 总是插个节气 总像有什么带狗似的 最起码我说的什么 他应该知道 甚至我画的什么闹 社会上的交友的啦 什么养花的啦 什么做饭的这些东西吧 谈到一块能谈到融洽一些 他谈话就不太融洽 说不到一块去 后来一段时间电话联系 我觉得没有共同语言 相互耽误着也不是办法 所以我决定分开 也下定决心再参加一次节目 重新出发寻找幸福 其实男嘉宾曾经来过我们的节目 那对于男嘉宾的呼应状况呢 我们就不说了 那其实第二段感情 我们还值得探究一下 第二段感情您说了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认识了 在接触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 就脸儿烙不到一块儿 我看了那期节目 我看了 他俩牵手成功的 总觉得他性格就比较慢 你慢就性格就不行了 是不是那男方就没看好你 这些麻烈的烙壳 咱们烙壳心情惨快 你说我烙挺痛快 他烙慢到细语的 我也跟不上趟 那就是女方多烙多说一点呗 今天你吃饭了吗 对啊 这么慢 你还会这么夸张 我不是这么慢 但是它是慢的 但我想问一下 只是慢 但是俩人能聊到一块去吗 也不能 不能 我对他说的话不感兴趣 性格不符呗 就挺他烙 他真的烙他自己的事 有的一说太多了 他也罚你 你有没有跟他说过 咱别烙这个 烙点别的呗 那不好意思 这种就像他俩这种 所以性格不符 他烙起来 对我就有点反感 我就说 烙和这个 和我这个 不合我的胃口 你有没有试着跟他烙过 没烙几句 那位女士是属于内向的性格 他不善于表达 所以说其实他也不知道你想听啥 对 你烙天天地北的也行 烙社会科也行 烙到一块去 能说到一块这也行 那你不知声 怎么知道你想听啥 他俩可能就是 沟通可能也之间接触短 所以我牵手下 第一个印象给我印象 这也是性格 找到什么都慢 我烙课的时候我也体现出来了 我这个人不能适合我 我的性格和别人不一样 我这比我说话又是比我直 我还好俗 我一般情况下 烙的时候不熟悉不怎么烙 等俩人感情要出差不多手了 我能 还烙一些家常课的什么玩 那如果你俩刚接触 他也不烙 你也不烙 你俩干啥 当然应该能烙到一块 同校都不想烙 你就这样 你俩心想就表演一下 就是怎么打错这个聊天的尴尬 你家要那个水果 是不是就微型水果 不是 就是养 不是他们那个 不是他们那个 不是矮的 我那是高的 高的 我也养过那个 就像那矮的小桃 用嫁结的那个 那个我也养过 也结过不少桃 对 那挺好 那好是好 但是那玩意儿就怕冬 冬天怕冬 你跟屋里不一样吗 跟屋里倒行 但是我跟画篮里 我还装修容在这冻水 结了不了少桃 还能吃那个桃 对对 能吃 他挺早有共同语言的 爱好相同就能聊得一会儿 爱好相同 他这不就有共同吗 他能烙到一块 不像他刚跟那个女嘉宾 他结不上话 男嘉宾 你觉得现在这位女士 所聊的东西 是你感兴趣的吧 有感兴趣 挺感兴趣 你爱跟他说 爱跟他烙 对 就是两个人 比如说不爱烙花 烙烙炒饭一下 炒菜 爱吃什么菜 所以应该男人还是主动的 去介绍自己 反正你慢慢的 就跟他接受一话 万一有一天 人家女士就更烙了 你说我今天穿这衣服 这料咋样 别烙那玩我白停 能吗 一样 你是不是也能复合一下 自己喜欢的美国 不一样吗 替他参考替他 但是你最起码能配合一下吧 对 是不是啊 应该这两个人 放共同一体上去 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 共同的谈话点很重要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 对方和双方之间的节奏点 就像刚才大哥说的 如果一个快一个慢的话 永远跟不上这个节拍 那不行 所以这两点很重要 我看看密室里边的女嘉宾 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初期之间 双方就是沟通的时候 顾及对方的感受 自己说爽啊 就是说呀 对方可能性不爱听啊 但是如果你发现 对方聊的东西 不是你感兴趣的话题的话 您会配合吗 这个也会配合 也不适合 不适合 比方说带闹的话 这可能性不高兴了 感觉对方 比如说已经不爱听了 就别闹了 我是一号女嘉宾 男嘉宾这种选择 我因为就是对的 两个人接触一段时间 觉得没有共同的话题 也不当我们互相当我们彼此 这么做决定是对的 我要救护一下对方的感受 就是小的话题上救护一下 但是长时间 真落不到一块去也不行 那就放弃 其实看来大家都挺重视 落到一块去的 毕竟两个人在一块生活 你得说话呀 对吧 那我跟你说叔叔 今天属实你真的很幸运 你捡了个现成的 不用培养共同语言 直接就是通过共同语言 培养感情就好了 是不是叔叔 他哪儿挺般配的 他哪儿挺好的 另外还有一个移情效应 如果他身上的东西 以及他喜欢的东西 我也喜欢 或者说我愿意去接受 他的仗义中喜欢 那你说两个人能谈不成吗 男人有话题 能落到一点 你说两个人在一块 你瞅我我瞅你 没有话 没有什么意思 在《茫茫日海》当中 找另一半 他是大同小异的 你不可能说两个人完全一样 如果说两人真心的 就有话 有乐观的话 你还没有心 根本他心不在意 你怎么能跟哪个人 因为有感情的基础 就会救和对方 也会去配合对方 互相都应该衬托一下 让彼此都开心 你开心的事 我衬托你 我开心的事 你衬托我 俩人天天高高兴兴的 是不是 这个就是所说的移情效应 就应该爱屋即屋 咱们互相衬托着 这样感情才能够往前走 嗯